泰国东部旅游圣地巴提亚 3号发生了超载渡轮翻尘事故 目前已经造成6名游客遇难 其中包括了一名中国香港公民 以及两名俄罗斯的公民 商者当中也包括了一名香港 还有一名广东游客 香港入境处表示 已经继续向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了解情况 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求助 会密切地留意事态的发展 泰国警方派出救生船只 将落水的乘客救起 在码头上 救护人员对伤者进行急救 不少游客在一旁相拥而泣 十分的悲痛 警方表示 出事的渡轮为双层设计 当天搭载了大约200名的乘客 准备从蓝岛前往巴提亚 不料驶离港口不久 便发生了引擎故障 迫使下层的游客涌向上层 导致船身倾斜 不久便翻沉 警方指出 遇难的乘客当中 除了三名外国人之外 其余的三人都是泰国人 而当局正在对事故进行调查 初步判断渡轮涉嫌超载 船只设计载客量是130至150人